欢迎回到东森与媒体有约现场 接下来我们继续访问 全球知名的神探李昌玉 现在把现场交给记者吴忠国 专国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是 国际知名的形式建设专家 李昌玉 李博士 李博士听到您这么多 全球各地的形式建设专家 都要到您这边来朝圣 我们想知道 您这个中心 研究中心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的特色是什么 一个案件 你不能只是说 替警察讲话 或者替被害人讲话 你要替证据讲话 所以几十年来 我一直本着这个信条 所以世界各国 给他们的刑警队长 现场人员送到这里训练 他主要相信我们 就是让物证 你最重要能够 给这个人的关系脱离了 我们既然说要让物证讲话 就要有这个自成信义 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了解 我从台湾中央警官学校毕业 从警 建设工作 科学的工作 已经56年了 很多年了 这56年 我一直本着一个我们 中国人的信条 也是我警官大学的一个 我们警官大学的名言就是成 诚恳的成 孝训 我一生 人家问我 我的信条是什么 很多人都报道 我说很简单的 自成信义 我带人 接物 都要诚恳 我答应的事情 我一定要守信 我对朋友 非常中义气的 但是我不中官位 金钱 地位 所以很多人相信 就是我一直很忠诚 讲的 就是公正的话 所以我们做建设工作 我常常跟学生讲 不要想到popularity 也不要想到每个人讲你好话 你只要想到 你今天你做的是正正确确 公共正正 时间久了 历史会证明一切 多少 我几十年的案件 即使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案件 Wincent Foster Wincent Foster 是美国 Clinton总统的白宫助理 死在公园里边 Mercy Park 一枪 风风雨雨 一年半 到底是Clinton摸杀他的 或是他自杀的 或是什么 cover up 各种东西 一年半之后 国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请我们协助调查 我们的报告出来了 就变成一个很公正的报告 那个很 现在变成国会的门线 刚开始 当然有人 攻击左派的 右派的 凡是Clinton那一派的 当然希望我们证明出来是Clinton 没有关系 当然Republican希望我们证明 Clinton是摩杀他的朋友 但是美国有个好处 真相出来了 大家就接受了 我们这次也听到您 讲到您已经四次退休 但是退而不休 现在反而是越来越忙 每天工作要16个小时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忙呢 很不幸就是我退休了 越退越忙 因为很多的尘案 接案就是冷案 那些被害人的家属 每次到我这里来 跪在地上 说李博士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我女儿40年前被磨杀 都没有人去组织公证 所以你心里就很难过 很难过的时候 你就希望能帮助别人 所以我已经从第一线退下来 我已经宣布过 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凡是这些新的案件 我不管了 这些恩恩怨怨 我也不管了 但是假如说一个案件 一个无辜的人 真正无辜的 他被关在监牢几十年的 他有没有希望 所以我能够帮助他 给他一线希望 我们建设科学 就是希望能够给人群一些希望 能够找出一些线索 很多现在救的案件都能够破了 很多无辜的人 Innocent Project 都从监牢放出来了 这是也是建设工作对人类的一些贡献 所以我虽然退休了 我希望能够我所学的经历 经验跟学术 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再下一代 所以这个建设科学 不断地的名牙成长 李博士 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您个人的这些非常宝贵的经验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 您对于行事建设工作 您有这么一个强烈的使命感 这使命感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帮忙 并不是我一个人 在罗杉矶里斯 Daniel Kenny JoCo John 2 Albert 很多很多 Joseph 他们都非常帮忙 没有他们 没有今天的Institute 在台湾我有个基金会 叫李昌玉博士 无证基金会 每年挑选四名 到这里来受训 因为国家 现在台湾呢 培植年轻人的经费越来越少 我们从民间 好像我的演讲费啦 这个我在台湾会有个广告 做几个广告的 带颜 还有一些朋友捐助的 就放在一个基金 每年就是挑选四名基层 我们不要高级长官 但是四名基层的实际工作的建设人员 能够到这里来做三个月的训练 大陆有一个朋友 也是台湾的很有名的电子工业的老板 Hurley Hurley也是我很多黄博士 他成立了一个Wintech基金 每年挑选一名台湾呢 跟一名大陆的到这里 现在这两个都在这里 做Vitain Scholar 他们两个相处的感情也很好 他们以后对两岸破案呢 关系更密切了 因为通通在这里学回去的 所以对这些就是 对我们祖国将来的建设工作 做了很好的基础 当然还有很多美 不断的一批一批的 这个警察人员啦 司法人员啦 从国内来的 我们在这里跟他们做一些培训 短期的 长期的 这个教育是最重要的 教育是培植未来的人成 这么多的后辈们都要想 向你看齐 向你来学习 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 宝贵的建议或者是鼓励 做建设工作 是一个默默无闻 并不像电商那么glomerate 也不能变成百万富翁的 你一定要能够有公正心 同时有个使命心 要meticulous systematic logical analysis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建设工作 我走入这个建设工作也是巧合 因为我从井的后来才转到科学的 你一定要有科学的基础 当然做建设工作我要发财很容易 但是你假如一开始 sacrifice你的integrity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绝对不要能想到 贪污啊或者做矫正啊那些 因为历史会证明一切 建设工作你的物证在哪里 几年之后人家可以重验 几十年之后都可以重验 这就比较宝贵的就是物证 永远你可以再验了 我们这次到美国康州来出差 非常谢谢您您的女儿sherry啊 扮演非常好的这个主人啊 进地主之一带我们一起出去参观 然后请我们吃这份非常好的海鲜大餐 那我们也问到他跟您啊从小啊 您跟他的之间父女之间的一些相处知道 他就跟我们讲他说现在父亲退休之后 反而是越来越忙啊 那我们想知道说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 到世界各地走透透啊 到底哪个地方是您最喜欢去的地方呢 最喜欢的地方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妙了太好了 最喜欢的地方是自己的家 家你有个不管是家 不一定要大的 mansion 或者有几百摩的地 或者有swimming pool 其实一个小小的家 是个温暖的地方 你可以回到家里 一个属于你的地方 you feel comfortable 这个家最主要就是温暖中保家 所以回到家 我觉得很舒服 在外边住六星期的旅馆 你怎么没有在家里 在外边吃最好的 去吃Sherry今天海鲜大餐 你回去吃个稀饭 泡一点咸菜 也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是我有一个小孩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两个都很听话 所以在我退休第四次的时候 在退休晚会的时候 他们记者问他 说 what's your father that famous father and how you grown up 在这个很忙碌的家庭 so busy 你们见到你爸爸的时间非常少 当时我儿子跟女儿回答得非常好 我很感动 他说我爸爸虽然忙碌 he always make time not only for us for all the friends 不只对他们两个 他需要我的时候 我永远在那里 我的朋友需要我的话 我再怎么忙 我都给他们很多时间 Kenny 他对我也很多帮助 你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东森很多年的朋友了 谢谢 李博士 从1964年 您带着家人搬到美国来 转眼之间就快50年 那我们这次到康州来出差 所到之处 只要提到Henry李 李昌宇 几乎美国人 没有人不认识您 您在这里是多受欢迎 我想您曾经担任过 康州的警政厅的厅长 那从一个华人的警察 台湾的警察 能够做到美国康州的 警察厅的厅长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想您是不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给我们年轻的华人 他们在美国 一个最好的 最宝贵的建议或者鼓励 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 很多优秀的人 尤其年轻的一代 更多都是进到哈佛 沿路 延路 普林斯顿 伯克利 都是很好的学校 非常好的 所以对年轻人 我就要鼓励他们 能够找到 中国人的世侯 更多的世界 尤其是我们的中国人 switched to the world 好 我们谢谢吕博士 接受我们这一次的专访 这就是这一次的 东森与媒体有约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现在我们的现场 交换给彭内 谢谢中国 这就是今天的东森与媒体有约 我们下